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之后掀起上衣蹲坐在山坡上一待就是几个小时 他们为什么会有如此怪异的举动呢 这座偏僻的深山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在新疆维吾尔寺的区马纳斯县的塔西河乡 有一位名叫刘建军的牧民 自从2012年初 他每天都会做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每当天亮后 他就会独自一人悄悄离开村子 翻山越岭 前往十几千米外的一座偏僻大山 这座大山名叫火烧蛙 同山托里 几乎没有植被覆盖 这里既没有风光秀丽的景色 也没有奇花异草 那么牧民刘建军每天按时来到这里 他究竟要做什么呢 刘建军一来到火烧蛙 就立刻爬上光秃秃的山坡 掀起上衣 露出腰部 把裸露的后腰对着山坡 然后蹲下来一动不动 这一蹲就是好几个小时 接下来更为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得知刘建军的奇怪行踪后 其他村民也翻山越岭 甚至还有人提着食物 纷纷前往火烧蛙 像刘建军一样 全部掀起上衣 裸露着腰部 蹲在山坡前 一蹲就是半天 原来火烧蛙并不是一座普通的山 不管春夏秋冬还是刮风下雨 它都会呼呼地冒着热气 整个山坡就像在燃烧 走近它就像靠近一个巨大的火炉 由于常年放牧 风餐露宿 刘建军的腰部患上了风湿病 经常感觉腰部疼痛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路过火烧蛙 意外发现了火烧蛙的秘密 于是他掀起了衣服 蹲在热气腾腾的山坡上 希望这些滚滚的热浪 能缓解他腰部的不适 令刘建军感到惊奇的是 空烤半个小时后 他腰部的疼痛 竟然缓解了许多 随后 他每天都会前往火烧蛙 烤上一个小时 坚持数月后 刘建军的风湿病 竟然奇迹般的消失了 刘建军的奇特经历 一传十十传百 很快 阿西河乡 那些和刘建军 有着同样疾病的牧民们 纷纷前往火烧蛙 利用山体的热量 来烘烤自己的身体 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 经过火烧蛙的烘烤 这些牧民的病情 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甚至有的牧民烘烤过几次之后 黑黑的皮肤不知什么原因 竟然奇迹般的变白了 火烧蛙的身体之处还远不止这些 最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 在山坡上的任意一个小洞口 牧民们放上切好的鸡鸭牛羊肉 几分钟后 美味香酥的佳肴就能享用了 这个吃起口感 香脆 给人一种 好像忘不了的一种感觉 我们经常都通过来 当地牧民说 在他们的眼里 火烧蛙就是一个神奇的大烤熟 不管是牛肉 鸡肉 鱼肉 还是鸡蛋 土豆 红薯等食物 只要放在山坡上的小洞口 这些食物都可以迅速烤熟 为此 很多在火烧蛙附近放牧的牧民 每天中午都会利用山坡上横腾的热气 加工午饭 烧烤美食 什么都可以烤 面食 肉食 还有鸡蛋 蔬菜 就是上面拿来的 就是生水 凉水 都可以拿上去 几分钟以后就可以 煮了 可以煮开水 煮开水 鸡蛋 三分钟就可以烤熟 这个面食嘛 就是两分钟 这个肉嘛 就是十多八分钟就可以烤熟了 神奇 因为那一块的石头都会发热 神秘的火烧蛙 引起了众多专家的关注 究竟是什么原因 导致了这种奇特的自然现象呢 九北老谭 富与香 提示您精彩继续 神秘的火烧蛙 奇特的自然现象 地理专家的关注 能否破解其中的谜团 系列节目 逆境凝聚离之 蛙地怪洞 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2012年9月 地理中国设置组 跟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56梅田地质队的专家 前往马纳斯县的火烧蛙 进行考察 希望能揭开火烧蛙的神秘面纱 马纳斯县地处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北部 准杆尔盆地南部 距离乌鲁木齐市 约120多千米 距离昌吉市 约90多千米 火烧蛙 位于新疆马纳斯县南 55千米的塔西河江境内 科考队从马纳斯县城出发 半小时后 进入了一片壮观美丽的 天然防护林带 挺拔笔直的林木 在夕阳的余晖下 闪耀着金色的光芒 勾勒出了一幅幅 优美甜静 色彩斑斓的图画 走完二十多千米的防护林 车子沿着崎岖的山路 又前行了近半个小时 考察队到达了塔西河乡 塔西河两岸的山川 在大自然恢复神功的雕琢下 延绵起伏 畏为壮观 塔西河乡是哈萨克族 维吾尔族 汉族 回族等六个民族的聚居地 进到考察队到来 浩克的哈萨克族牧民 天天起舞 用他们最优美的舞蹈 欢迎考察队 去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半个小时后 考察队在哈萨克牧民的帮助下 顺利找到了火烧蛙 远看火烧蛙 它显得十分神奇 光秃秃的山坡上烟雾鸟鸟 热浪翻腾 这个烫啊 小心 这个石头 当考察队员爬到火烧蛙的山坡上时 一股热浪孤面而来 脚下踩踏的地面 空中呼吸的空气 都带着一股股的热气 整个人就像置身于一个烤炉之中 科考队发现 火烧蛙并不是整座山体都在发热 而是在火烧蛙的山坡上 布满了很多小缝隙 横横的热气 都是从这些小缝隙中喷茂而出 那么火烧蛙的地表 真的如传言那样能烤熟食物吗 为了印证传言 地质专家李一组 专门带来了一些生冷的食物进行验证 李一组 新疆维吾尔四日区 煤炭工业管理局 156煤田地质队 地质测量与找放专业工程师 他从事了20多年的 煤田地质普查工作 令人惊奇的是 不到一分钟 放在石片上的鸡蛋便被煎熟了 并散发出一股股诱人的香味 火烧蛙的山坡上 分布着大量的裂缝和小洞穴 这些小裂缝和洞穴 都在冒着滚滚的热浪 那么 是不是在火上挖所有的小缝隙和洞穴 都能煎熟食物呢 随后 李一组又换了一个洞口进行验证 这次 他选了一块厚厚的 刚刚发酵完的面片 是不是咱们当地有些人 都会过来烤面片 吃了放羊的时候 是 烫手挖小鲜 来 咱们尝尝 我看一下 这味道不错 真香 很香很香 也有风味 烫手挖小鲜 通过验证 李一组发现 火烧蛙几乎所有的裂缝和小洞穴 都能烤熟食物 令烤茶队感到最不可思议的事 在这些裂缝和洞穴里烤出来的 囊 鸡肉 羊肉 焦黄爽烤 香味独特 我这可闻见了 烫手啊 烫手啊 烫手了 那可不是焦了 哎呦 天气上是像这样 来 尝一下 尝一下 不错不错不错 你吃啊 非常香 就是 好吃 遗憾的就是没带新疆的孜然 对对 孜然盐 辣椒面一放 你们当地人是经常在这边烤啊 啊 就是 你经常来吗 啊 经常进来呢 火烧蛙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奇特的现象呢 它的地表温度又会有多高呢 李祖就此展开了调查 看见了 我的手啊 不行 我的手 我的天哪 100 水因温度计一靠近地表 温度计的特度迅速上升 并达到了温度计的极限值 幾秒钟后 温度计因地表温度过高而发生暴力 测量已经超过100度 所以这酒精嘛 就把这个玻璃管都炸了 咱们那是100度的嘛 超过100度 多久经从那缝里流出来了 这就 这表就报废了 火烧蛙如此之高的地表温度 令有了几十年地质工作经验的李祖 深感震惊 那么 火烧蛙地表的高温是如何产生的呢 会发热的山崎 火烧蛙并不是唯一的一座 在距离火烧蛙约320千米的吐鲁帆 有一座天下文明的火焰山 每到盛夏 火焰山的地表最高温度 曾达到了70摄氏度以上 据专家考证 导致火焰山地表高温的原因有两种 一种是吐鲁帆远离海洋 西边的大西洋海洋湿润气团 受到天山的阻隔 无法进入吐鲁帆地区 同时 吐鲁帆地区高山与盆地之间的相对高差 超过了5600米 由于盆地的地势过低 气流下沉 容易产生焚风效应 因此便导致火焰山一带气温升高 第二种原因是 由于火焰山全为红色沙岩地貌 在强烈的长时间的日光照射下 红色沙岩吸取了大量的热能 再加上火焰山地土盆地 山上的热空气不易散湿 使火焰山地表温度 一直处于单造高温的状态下 在考察中科考队发现 火烧蛙的山体岩性 与火焰山的岩性几乎一样 全部为红色沙岩 那么火烧蛙产生高温的原因 是否与火焰山一致呢 这一推测立刻遭到了李一组的否定 突然那些气候造成的 而这是特出的一种原因 就咱们要考察的 李一组解释说 火烧蛙与火焰山的区别有两点 第一是火烧蛙所处的地理位置 位于天山山脉的顶部 而火焰山却地处山谷盆地之中 为此火烧蛙不可能出现气压下沉的 凡风效应 第二个理由是火烧蛙的热气 来自山坡上的小裂系和小洞穴 整个山体并不炙热 这与火焰山的情况完全不同 为此李一组断地 火烧蛙的成因与火焰山的成因完全不同 那么火烧蛙的热气究竟是哪来的呢 一种可能是地下有这个沿江活动 而这样如果沿江活动没有固结的时候 那么它在地表反应 那有可能是有热液 一流有热气 还有一种呢 就是地下沿江已经固定了 形成了沿石 比如说花岗岩 但是它还有余热 这些余热还会甚至上部地层的裂系出来 在通常情况下 地热现象与沿江活动密切相关 在云南省西部的滕中县 有一片天然的地热器官 这个地方被当地人称之为热海 热海的水温达97摄氏度 据说以前有一头牛走到热海边 舔吃带咸味的泉水 不小心掉入热海 当牧虫从村里喊人来救牛时 牛已被煮成一锅牛肉 据专家考证 在藤中地下约7至25千米的地方 存在未完全冷明的沿江囊 为上部寒水地层提供了热源 从而形成地热 这时有队员猜测 火烧蛙的热气是否是沿江活动造成的呢 李一组认为 如果火烧蛙冒热气的现象与沿江活动有关 那么在火烧蛙的周边地区 必然会存在沿江活动的痕迹 为了验证猜测 考察队在火烧蛙以及周边地区进行仔细考察 结果并没有发现沿江活动的踪迹 为此李一组推断 火烧蛙的地表温度 与沿江活动不存在关联 那么火烧蛙的温度究竟从哪里来的呢 就在考察队困惑之时 李一组在火烧蛙的一个峡谷里发现了一条线索 我们叫它烧变盐 也就是原来的话呢是灰色的泥盐 经过加热以后现在已经变质了 烧变盐是受煤层自然烘烤或烧熔的盐石 据考证 在新疆地区的很多地方都存在煤层自然现象 煤层在自然过程中常常在地表形成热气泉 燃烧完后便会形成很多烧变盐 那么火烧蛙喷冒热气的现象 是否与煤层自然有关呢 要证明火烧蛙喷爆的热气是否与煤层自然有关 首先要证明火烧蛙的地下是否符合煤层形成的条件 通常情况下煤的形成必须符合三个条件 第一是沼泽地 第二就是必须生长着丰富的植物 第三就是特殊的地壳运动 考察队如果能够证明火烧蛙的地下存在煤层 那么火烧蛙出现高温的情况就迎刃而解了 那么可考队的考察究竟会有怎样的结果呢 就在这时在火烧蛙的山坡上 一块岩石引起了李一组的注意 这个呢就是生长在侏罗纪中下侏罗纪的卢木化石 是不是那个碎的那种叶子 碎了因为这个是可能是死了以后河流冲了 据地质学家考证 卢木在三亿多年前的形成煤的沼泽分林中 十分常见李一组说 卢木化石是地质工作者寻找煤层的重要依据 为此他推断火烧蛙的地下很可能存在煤层 随后李一组查证了地主资料 资料中显示火烧蛙恰恰处在新疆煤层的分布区 在接下来的考察中李一组发现了更为直接的证据 在火烧蛙山脚下的一处地质泡面里 考察队陆续发现了大量裸露地表的煤层 虽然这个证据直接验证了李一组此前的推断 但怎么能够证明地下的煤层发生自燃了呢 就在这时考察队了解到一个重要信息 五年前一位地质专家在火烧蛙的野外科考中 无意中发现并拍到了正在燃烧的地下煤层 考察队几经寻找 终于亲眼目睹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十分钟冒着熊熊烈火的场景 正是考察队目前所在的位置 由于靠近地表的煤层已经燃烧殆尽 所以我们无法用肉眼直接看到煤层的自燃现象 专家告诉我们 在煤层中一般会存在大量的硫化氢气体 这些硫化氢气体在煤层燃烧时会散发出来 如果地下真的存在煤层自燃现象 当考察队靠近这些冒着气体的洞口 应该能闻到一股臭鸡蛋味的味道 为什么这里面会出现这种气体的关系 因为煤层有的就含这个 至此考察队已经找到 火烧蛙地下存在煤层自燃现象的充足证据 李祖向我们揭开了火烧蛙发热之谜 几百万年前 在强烈的地质活动中 火烧蛙所在的山体形成了很多利息 埋在地下的煤层 通过利息与空气进行长时间接触 并产生氧化反应 在氧化的过程中 煤的热量迅速升高 当温度升到煤层的临界点后 便发生了自燃现象 在地下燃烧的煤层 通过列系将热量散发到山体的表面 因此形成了火烧蛙独特的地质现象 火烧蛙喷爆热气的泥团已经解开 但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 火烧蛙的热气是否真的具有治病的神奇功效呢 因为咱们说气体含有二氧化硫 三氧化硫 你一热一出汗 汗是有水分嘛 到腿上那些个那些个皮肤病啊 在酸性中就容易治愈 专家告诉我们 经科学检测 在火烧蛙的热气中 含有亚、冬、浮、氮等元素 这些元素能够促进人体的血液循环 改善机体功能 对风湿病患者具有一定的减痛和康复作用 因此火烧蛙附近患有风湿病的牧民 采取了这种独特的热气疗法来减轻病痛 就在我们结束考察 告别火烧蛙之时 又有了一个新的发现 聪明的塔西河人 正在科学地利用大自然馈赠的地热资源 他们在火烧蛙修建了烤房 考制出了人间的美味食品 创造出了天人合一的自然和谐之美 不同地域的中国人 运用各自智慧 适度巧妙地利用自然 这不仅是一种因地制宜的变通 更是顺应自然的中国式生存之道 不用火不用电 仅凭地表的高温便能够烤出美味的全羊和鸡鸭鱼肉 不得不说 火烧蛙这个天然大烤炉 正是大自然赠予我们人类的一个奇特的礼物 像火烧蛙这样奇妙的地理现象 将会吸引更多的人去探究自然 热爱自然 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再见